暑假期间台中警方联合环保局跟监理站来取缔噪音车 不过有一浪美国进口的敞篷跑车 它只超过标准值两个分贝 不但被开罚3600元 而且后续得验车验到通过为止 车主不能接受结果要求重验之外 也认为应该要有宽容值耿气的当场怒骂 穿蓝衣的男子不能接受自己的爱车噪音分贝数 不合格要求环保局重新检测 男子越说越气因为他的汽车噪音分贝98只超过标准值 两个分贝虽然差没有多少 但电脑数值就摆在眼前 说再多都没用当场被开罚 蓝色敞篷超跑油门一吹 隐形声正有欲聋 男子开的就是这一台美国进口车 新车价就要620万起跳 男子最后被开单要缴3600元 更麻烦的是后续还得验车 台中警方跟环保局间领战 联合机查在深夜取缔噪音车 包括重机超跑改装车 一共有10台不合格开出3万6000元罚单 后续警方也会针对容易出没噪音车的热点 持续机查 希望路上的改装汽机车不再吵翻天 记者综合报道